立宗 师父 托儿 师父 托儿最近 打坐 修道 都心烦气造的 不知是何缘故 修道自有平静 为人自有劫术 顺其自然即可 敢问师父 是何劫术 为师道要问你 如果修行不成 你会如何呀 宁愿一死 过于执着 未必是好事 可是师父 托儿该如何才能进阶 还需要一个误不见儿 莫不是日月神鼎 日月神鼎是你的法门 不是劫术 你的劫术因情而起 还得由情而破 师父 托儿一向清心寡欲 未敢动情了 你不动情 情自动你 还请师父 为托儿详细接受 你可懂得凡人的眼泪 凡人的眼泪 眼泪是汇聚人万千真实情感的东西 乃是人间至真之情 你若能体会感悟 定能醍醐灌顶 提升道行 为师言尽于此 只劝你车到山前必有路 凡事不能太执着 凡事不能太执着 师父 至真之情 凡人之泪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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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目道长 师父 走 走 走 师父 我有个重要线索要跟你说 什么线索 关于犬妖的 犬妖 犬妖 月儿 说 是这样的 有一天晚上 公主说自己饿了 然后我就去御膳房 去给她准备吃的 结果 就在回来的路上 那你的意思是说 这犬妖背后 是有人操控的 没错师父 你说 这是不是重要的线索 谢谢云儿 反正 天目道长 你能不能不要 把我看见的事情 告诉别人啊 我害怕 我害怕这个犬妖知道了 再回来找我报复 云儿 你别怕 不还有我们呢吗 我不行 不还有我师父吗 我为什么也不一样 我捱自己的手 回来 为什么 你在这里 发现哪怕 回来 过来 因为